Hello,大家好,我是小溪 欢迎来到我的中文频道 和小溪一起学习 最实用、最地道的中文 今天呢,我想解决一个 很多中文学习者都非常头疼的问题 就是能、会、可以 这三个词的用法区别 我知道很多教科书上都会写 能、会、可以 他们的用法 我们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 其实有时候也没有把 能、会、可以 分得那么清楚 所以今天呢,想教大家一个 最最简单的方法 大家只用记住三种情况就可以了 一种情况就是表达 先天掌握的某一项技能 或者是通过后天学习 掌握的某一项技能 这种情况 能、会、可以 三种表达其实都OK 大家注意,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 只要是掌握的某一项技能 能、会、可以 这三种都可以用 举一个例子 比如先天的或者是本能的 鸟会飞 鸟能飞 鸟可以飞 或者是后天通过学习掌握的 比如 我会做饭 我能做饭 我可以做饭 可能很多教科书上都会写 先天或者后天学习得来的某项技能 我们应该用会 但其实日常生活中 即使你用能或者可以 也并不会觉得很奇怪 也完全不会影响这个句子意思的理解 只要大家记住 是表达掌握了某一项技能 就三种都可以用 第二种情况就是表达某种条件的可能 这种情况一般用能或者可以 但是不用会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鸟能飞很高 鸟可以飞很高 后面的条件是很高 鸟会飞 表示鸟先天就会飞 但是鸟能飞很高 很高是一个条件 所以当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能用会 只能用能或者可以 再举一个例子 我今天能休息 我今天可以休息 今天是一个时间的条件 所以今天我能 我可以休息都没有问题 但是大家要注意下面这个例句 今天我会休息 今天我会休息 在这句话里面的会 它不代表可能性 也就是不等于英语里面的can 或者是日语里的deckil 在这个句子里的会 它表达的是即将 或者是将来要发生的一种状态 所以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以内 大家要记得区分 再举一个例子 它能两天不睡觉 它可以两天不睡觉 在这个例句里 两天不睡觉也是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只能用能或者是可以 第三种情况表示许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般用可以或者是能 同样也不能用会 举一个例子 这里可以抽烟 这里能抽烟 这种情况下就表示 我们在这个场所被允许抽烟 所以用可以或者能 再看下一个例句 上课不可以玩手机 上课不能玩手机 也表示我们不被允许玩手机 所以用不可以或者不能 如果刚才的三种分类 还是让你觉得有一点难记的话 最后再教大家一个更简单的记忆方法 大家只用记住能和可以 这两个词在任何情况下使用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也不会影响整个句子意思的理解 所以当你不知道用能会还是可以的时候 那就尽量用能或者可以 另外就是记住 会就只用在掌握的某种性能的情况下 这样去记忆是不是就会简单很多呢 好了 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帮助到大家对中文的理解 请记得给我一个赞 并且把内容分享给正在学习中文的朋友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自然地道的中文表达 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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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중국